嗯 我要買還是要賣呢 我是你的 我也會買兩張紅色 因為紅色就是你看都不一樣顏色 紅色兩個一樣顏色 怎麼這麼說 好像也是沒錯 那我就買這兩張紅色吧 好 那我再分兩張牌 也是兩個紅色耶 對啊 你看這樣你就可以抽到四個紅色 然後就會賺五塊錢 我不跟你搶 我就把這個沒有人要的 紫色跟藍色給買中 那你叫我買紅色你自己不買 因為紫色跟藍色要抽到兩張才能夠買 那牌又很少 所以其實不太好抽 所以我也要等很久 所以那我就可以把兩張紫色賣掉 所以你有紫色剛剛就兩張了 還可以再賣兩張藍色了 藍色 三十塊錢耶 那你剛剛就可以錢一輪就可以賣 就不用買紅色啦 我以為數學比你差就不會玩遊戲喔 明明就是剛剛在知道搞清楚規則的 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改實驗室 我是以薇 今天想來跟大家介紹一款很好玩的遊戲 既可以跟朋友家人們同樂 還可以在遊戲中學習到一些理財的知識 這款遊戲叫做魔法交易所 遊戲的背景是具有奇幻色彩中古世紀 當時盛行煉金術 煉金術聽起來真的是充滿魔法的感覺 可是在那個時代 許多人深信不疑就是一門學問 煉金術某種程度上跟化學是很有關聯的 目的就是要把便宜的金術 轉換為昂貴稀有的金術 像是黃金啊白銀這樣子 或者是可以去煉造仙丹長生不老藥 大家可能聽到煉金術會覺得有點陌生 甚至會覺得好像是不是那種江湖狼東的騙術 可是事實上往正面方面想 煉金術對科學跟工藝其實有著一定的貢獻 而在這款魔法交易所裡面 玩家將化作商人 運用自己對市場的敏銳度 載對的時間點精準地買賣這些煉金術的材料 而市場價格也會因為販售材料的多廣而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在遊戲的過程中 該如何掌握買賣的時機 進貨、出貨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這款桌遊吧 首先這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元素卡牌 紅色的龍之靈、橙色的鳳之羽、 黃色的獸人牙齒跟綠色的海妖觸手 還有藍色的人魚眼淚跟紫色的精靈粉末 這裡面還有一個像溜滑梯一樣的滑軌 這是用來公告材料價格的地方 瓶子由高到低 以紅、橙、黃、綠、藍紫的順序擺放 遊戲開始的時候 每個玩家會有四張手牌以及五塊錢 桌面上會有五張公牌 代表這個元素的市集 每一回合玩家可以有三選一的行動 第一種可以買元素牌 從桌上公牌區或是排隊上未知的牌 買一到兩張元素牌 對應價格就要看滑軌上對應的顏色的點數 根據目前元素市集的市場價格 材料會是一到三元不等 如果買牌堆頂端未知的牌 那就是公定價兩塊買個希望 第二種行動 可以用手牌去交換公牌 一樣是一到兩張 第三種行動就是賣整組的元素牌 可以不限組數的賣喔 那這個元素牌的數量 如果湊齊卡片上的數字 就可以整組辦賣 賣出價格就是滑軌上的阿拉伯數字 當有玩家賣了某組元素牌的時候 就把剛剛賣出去的對應顏色的魔藥瓶移到滑軌頂端 這代表著當市場上有了一些供給之後呢 需求就沒有那麼高 價格會開始降低 當然啦 也有些事件卡 例如如果鳳凰都飛走了 鳳之羽的產量就會變少 供給降低 而當供不應求的時候就會大漲價 這個時候就要把橘色的魔藥移到最低 而有橘色藥材的玩家就可以大賺一波啦 這樣的設計啊 簡單地去模擬了市場機制 巧慢地利用了重力 讓價格的變動變得可視化變得有趣 那這個可以延伸出怎麼樣的思考呢 好比說啊 我手上有一組黃色和一組綠色已經擠滿的元素牌 那麼我就可以先賣綠色的 然後讓綠色滾到最上面 同時黃色的就會再滾到最下面 這樣一來 下一次我賣黃色藥材的時候 就可以賣到最高的價錢了 反過來 假如你這樣對手正在大量蒐集這個紅色的素材 你搶先一步賣了紅色 就可以讓紅色元素牌龍之靈的價格跌到最低 就是一個阻撓對手的手段 而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 就要想著如何將報酬最大化 這真的是個滿好玩的設計 這樣的遊戲過程 除了可以讓孩子體會到經濟學中 供給跟需求帶來的價格變動 更能讓孩子在這樣的變動中去親自思考 去成為面對市場波動的決策者 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從遊戲中學習的方式 透過策略買賣 操控價格更是有點耳魚我炸的味道 讓這遊戲的氣氛更上一層樓 這個遊戲還有進階的玩法 是可以用元素牌來直接調製魔藥 玩家就會從商人晉升成為煉金術師 魔藥也都有不同的效果 遊戲可以擴大自己的優勢 像剛才有說到 相對珍貴的藍色跟紫色藥材 它合出來的魔藥 能帶來的優勢就更多了 但這個是比較進階的玩法 建議熟悉基本玩法之後 再來嘗試看看啦 以上就是關於桌遊魔法交易所的開箱介紹 就會讓紅色元素牌 龍靈的價格 龍之靈 紅色的龍之靈 橘色 對不起 我再試一次啊 如果 讓我覺得我一定失敗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元素卡牌 紅色的龍之靈 橙色的鳳之羽 黃色的獸人牙齒 綠色的 例如鳳凰都飛走了 鳳凰羽毛的產量 是鳳之羽 Tamam